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小编也是精简重组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是可以概括制作组想要表达意思的 起源双结龙动画 动画讲述了李氏孪生兄弟出生后便失散 哥哥Jimmy Lee出生则被黑影战士抢走 弟弟Billy Lee则在龙之道馆健康成长 多年之后两兄弟终于机缘巧合的相遇 并且创立了声名远扬的双结龙道馆 那么他们真的是兄弟齐心吗 GBAFC版双结龙 世界经历了核战争之后已经毫无秩序可言 到处充斥着暴力与恐怖 李氏兄弟开武馆交拳的同时 也不忘除强扶弱对抗暴力组织 引起了当地黑帮组织的嫉恨 于是绑架了Billy的女朋友玛丽安 要求李氏兄弟带上双结拳的秘笈来交换 沿途还设下了重重关卡 打算置李氏兄弟于死地 战斗开始 比利瞒着哥哥只身前往 一路上遇到了各种强敌 都是黑帮组织的小头目 大家留意一下 第二关的这个紫发大汉 他的名字叫做陈 比利突破了重重阻碍 最终打败了最终boss威力 没想到哥哥Jimmy突然出现 原来哥哥黑暗之心没有完全退却 而且Jimmy也深爱着玛丽安 这一刻我给编剧跪了 两兄弟打得天翻地覆 这场正义与邪恶的对抗 最终弟弟打败了哥哥 Jimmy的黑暗之心也忠于消融 完美的大结局 比利抱得美人归 两兄弟也重归于好 两个人应有的事迹也广为流传 人们称之为双结龙 但是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 更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请期待下一期的双结龙第二期 玛丽安的最大危机 我们下周再见吧 你们的关注才是我们生产的动力 谢谢大家